这是什么比赛 场上居然聚集了四个世界第一 马龙怎么还和一个外国人打仗来打中国组合 这是什么比赛 让四个选手居然把球打飞 呆呆的站在场上 裁判都冲上去寻宝 这是什么比赛 让张继科趴在地上浪球 徐欣赛后和他激情壮凶 这是2015年苏州时评赛 场上的四个人分别是徐欣 张继科 马龙 博尔 这场比赛堪称是世界最强的男双对决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是马龙搭档外国人更强 还是国拼双能组更硬 第一局上来 双方还在试探 火力平平 2比0 张继科领起来了 张继科的反手出来了 大马的阵手起来低调 一个特身阵手 似笔拿下 领先太多 张继科居然又玩起了用脚机球 真嫩性的 连贯性比较强 那可能是马龙和博尔 第一是这个 他们划不配对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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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乐身结束 比赛开始 四伦立马秀出了出色的长台对拉 可惜许新这球吃旋转了 没有接上台 又来了 徐欣侧拉被防住 张继科反拉也被防住 结果大马又成为了背景板 继续操作 波尔这个打对角确实出色 徐欣已经吃亏三次了 水平是 的确是乒乓球的天赋很高的运动员 波尔打正手 徐欣没有接到 这下又吃正手空档了 看来双打人家也针对了呀 波尔打人家 徐欣倒地特拉 马龙反拉 张继科 漂亮 马可波罗组合 11比9 先下一局 徐欣侧今天打得有点懵啊 第二局连续失误 0比3落后 徐欣侧拉 波尔顶住 张继科倒地侧拉出台 太可惜了 张老组合打得太凶了 但是 介绍了 国际平年这一项伟大的壮举 我认为 徐欣这个机球有点亮相 波尔重扣 张继科倒地侧拉 秀了个空翻 这局徐欣的失误确实是有点多了 比分也是来到了7比3 连续的正手 徐欣终于是拿到了1分 我的天哪 徐欣的正手已经是大力称 波尔的反拉同样有力 张继科想秀背后击球 结果完大了 马可波罗又拿到了局点 最后11比7拿下了第二局 连续两局 立维马可波罗就稳了 那你可太小看徐欣的双打水平了 第三局 来看看大忙的操作 张继科・炮王寧6连销了 漂亮 徐欣的这个正手防得非常好 提连销 哎呀 漂亮 感觉一种灵感 和情绪问题都会受到影响 不过反手了 徐欣正手反他 漂亮 最后 马罗也一个失误 马熬组合搬回一局 你以为这是巅峰 不 这仅仅是徐欣的开始 第四局 张继克正手 马龙竟然就回 徐欣再来 没办法了 这就是左右手的好处 这时候意外出现了 不回球之后 球竟然没见了 四个冠军在场上是一脸懵的 才怕急得赶紧上来找球 排面太大了 连续的正手强攻 马龙竞台成功 徐欣反手防住 波尔顶住 张继克正手再来 好球 徐欣正手调打 张继克再接车了 这个配合太好了呀 徐欣尧尧尬 马龙有点顶不住了 最后 11比4 马狞组合搬影分 第五局上来 徐欣上来就是鸡情满满 倒地空翻 球去哪了 反正我不知道 听说你嘲讽我 一个正手暴冲 直切拿下 一个不够 再来一个 徐昕打的马龙是措手不及 徐昕正手进攻 马龙撑出防守 张继克再接一个正手 太漂亮了 8比4了 漂亮啊 张继克这是学到了徐昕的招数吗 居然还能有正手的调导 最后博尔的失误 张继克马龙又拿下一局 最后一局 星哥继续发力 正手一拍 徐昕正手再调打 不防住 张继克再来 马龙承担了所有2比1 你以为我只会正手 错了 我反手一样秀 太狠了 张继克这种倒地的侧拉 上台了就是拿分 太帅了 张继克正手打回之后 立马趴在地上弄球 徐昕完美接球 只可惜这球不讲武的 不然就是历史最佳了 紧张的一个比分上 好的 马龙拉住 关键时刻 许昕张继克接连正手强攻 十比九拿到了赛点 又是许昕正手撤拉 拿下比赛 赢球后的两人也是激情的撞凶怒后 把马龙和波尔都当成了北京版 最后有变成了北京的徐昕 Od 良 打赛点